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微博晒出两张自己的照片 并称 如果平常出现这种有规律的大卷卷发型 一定是头天或者前几天做完节目没洗头 照片中 卸那头发带点波浪卷 戴着黑色口罩和帽子 身穿红色卫衣 手上还夹着一个小兔子 裹脚将志愿回应出轨 一年前已离婚 1300万是账单新浪娱乐训 日前 国族队员江志鹏妻子 发展文武队江志鹏荒内出轨 出轨对象正是这位小兵 93年出生 长相清纯甜蜜 微博晒得全是吃喝玩乐 穿戴奢侈品 对此江志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应 法院一年前已经判定离婚 至于那篇掌文中提及的数目 是俱乐部给我本人的一个账单 不是像文中所说的那样 不管怎么样 因为我的个人问题对国家队 俱乐部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在这里我向大家表示抱歉 梗直 谢娜自黑 如果出现卷发是因为没洗头 3月29日晚 谢娜微博删出两张自己的照片 并称 如果平常出现这种有规律的大圈圈发型 一定是头天或者前几天做完节目没洗头 照片中 谢娜头发带点波浪卷 戴着黑色口罩和帽子 身穿红色卫衣 手上还夹着一个小兔子 范冰冰 张峰义被抱曾水下假戏追作 不知道李珍会怎么想 2016年 范冰冰 张峰义主演了一部胡桩 《剧五妹娘传奇》 该剧以八十后的视角 讲述了中国历史上 唯一一位女皇帝武则天的传奇一生 其中融入了权力 爱情 政治斗争等尔虞我诈的故事情节 但在电视剧播出后 网友大呼尺度过大 因《五妹娘传奇》 中女星们露胸的尺度过大 后被广电停播 当再次出现在观众们的视野 十五妹娘传奇已经变成了大头传奇 脖子以下的部位都被广电剪掉 在《五妹娘传奇》的档期刚刚排出来时 导演为了增加节目热度 在微博上放出了一组 范冰冰与张峰义水中缠绵的剧照 后来张峰义被网友 扒出在水中首放的位置不对 反正小编没看出什么来 你们觉得张峰义的手有问题吗 年轻女子爱上六旬嫉妇 生下俩娃最小四岁陕西秦岭大山 深处一萧山村 一老者手牵一个小女孩 小女孩今年四岁 是老者的女儿 这位老人叫珍潭辉 今年66岁 她的媳妇35岁 结婚已有12年 膝下一儿一女 儿子今年12岁 女儿四岁 周围邻居介绍 珍潭辉的媳妇是她的妓女 18年前大山的另一头 有一个女人带着17岁的 李莲福嫁了过来 三年后 这个女人因病去世 而51岁的珍 潭辉并没有打发 20岁的李莲福离开 两个人生活在一个屋檐底下 彼此相安无事 又过了三年 2005年 李莲福怀上了儿子小珍 因为医院开具出生 证明需要结婚症 她便和自己的继父珍爬辉 就结了婚 当时无论是周围村民 还是李莲福娘家那边的叔伯都来劝说 可任谁劝说 李莲福依然死心塌地 要和她的继父珍爬辉在一起生活 李莲福在喂养家里的小羊 他们家的屋后就是羊圈 三头 牛 九只羊和数只小羊羔 是他们的全部家产 珍爬辉从山上打草回来了 说起此事 珍爬辉一年幸福 珍爬辉的儿子去隔壁大伯家了 珍爬辉找了过去 坐着问小珍 这也是你家的房吗 小珍说 这不是我家的房 这是我爷爷的房 听到这话 李莲福赶忙走了过来说 这不是他爷家 是他大伯家 虽然日子过得并不富裕 可是李莲福对两个孩子特别疼爱 除了干活 剩下的时间都用来陪 两个孩子玩耍 如今两个人早已不在乎外人的流言蜚语 在这个小山村的山奥中 他们生活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 范冰冰 张峰义被爆层水下假戏追作 不知道李珍会怎么想 2016年 范冰冰 张峰义主演了一部胡装 剧五妹娘传奇 该剧以八十后的视角 讲述了中国历史上 唯一一位女皇帝武则天的传奇一生 其中融入了权力 爱情 政治斗争等尔虞我诈的故事情节 但在电视剧播出后 网友大呼尺度过大 因五妹娘传奇 中女星漏胸的尺度过大 后被广电停播 当再次出现在观众们的视野 时 五妹娘传奇已经变成了大头传奇 脖子以下的部位都被广电剪掉 在五妹娘传奇的档期刚刚排出来时 导演为了增加节目热度 在微博上放出了一组 范冰冰与张峰逸水中缠绵的剧照 后来 张峰逸被网友扒出在水中手放的位置不对 反正小编没看出什么来 你们觉得张峰逸的手有问题吗 对不起 张峰逸被网友扒出在水中手放的位置 张峰逸被网友扒出在水中手放的位置